耶利米书第七章 耶和华的话领导耶利米说 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在那里宣传这话说 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 当听耶和华的话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 在人和灵色中间诚然施行公平 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 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 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 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 直到永远 看啊 你们依靠虚谎无益的话 你们偷盗 杀害 奸淫 骑甲事 向巴黎烧香 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 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 在我面前敬拜 又说 我们可以自由了 你们这样的举动 是要行那些可证的事吗 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眼中 岂可看为贼窝吗 我都看见了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你们前往世罗去 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 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 向那地所行得如何 耶和华说 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 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呼唤你们 你们却不答应 所以我要向这 称为我名下 你们所倚靠的殿 与我所赐给你们 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 照我从前向世罗所行的一样 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 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 就是以法联的一切后裔 所以 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 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 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 因为我不听于你 他们在犹大诚意中 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 你没有看见吗 孩子剪裁 父亲烧火 父女团面做饼 献给天后 又向别神交奠祭 惹我发怒 耶和华说 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 不是自己惹祸 以至脸上惭愧吗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看啊 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 群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 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 如果早起不能熄灭 万君之夜话如此说 你们将凡祭夹在平安祭上 吃肉吧 因为我将你们列祖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 凡祭平安祭的事 我并没有提说 也没有吩咐他们 我只吩咐他们一件说 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 你们也做我的子民 你们行我吩咐的一切道 就可以得福 他们却不听从 不测而而听 竟随从今日的计谋 和顽梗的恶心 向后不向前 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拆遣我的仆人 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 每日从早起来拆遣他们 你们却不听从 不测而而听 竟去应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列祖更甚 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 他们却不听从 哭唤他们 他们却不答应 你要对他们说 这就是不同听从耶和华 他们神的话 不受教训的果民 从他们的口中 诚实灭绝了 耶路撒冷啊 要剪法抛弃 在静光的高处举哀 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 耶和华说 由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 将可证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 误会之地 他们在心嫩之谷 建筑陀佩特的秋坛 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 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 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 耶和华说 因此日子将到 这地方不再成为托皮特和心嫩之谷 反倒成为杀戮谷 因为要在托皮特埋葬尸首 甚至无处可葬 并且这百姓的尸首 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并无人轰感 那时 我必使犹大成义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 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 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七章一节到八章三节 在每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概述 然后再看看那一段里面有哪一些需要特别解释的 所以说我的结构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一段叫做圣殿讲 为什么到圣殿去讲呢 圣殿就是犹太人他们的错误的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说 神特别叫你去那边讲 来强调 站在耶路 站在耶利米背后的就是你们所认为 会给你们带来安全的事实上不是 那么这一段话 这个讲章应该是在耶路撒冷街就位后不久 因为26章 26章跟这个应该是同一件事情 在26章的那个地方就给了我们时间 这个约亚经登基的时候 也有话临到耶利米 你去圣殿那边讲道 这在26章1到24节 好 那么我再次的声明就是说 这个耶利米书 它里面的信息的内容 不是都是从头到尾就是照着时间的顺序 所以说我会特别的强调 如果不是 它很多的时候是照着时间顺序 没有 但是很多不是 所以说我会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会请大家注意 好 那么在这一段的讲道引起了轩然大波 因为圣殿是犹大人他们甲敬前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一个甲敬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 那么当你说这个圣殿会被毁的时候 基本上面这个就是叛国 因为叛国的信息的话 所以说听到的人就说 他是该死的 他是该死的 给那个耶利米带来的几大的破坏 他被被关起来 他们就在烂尾巴里面 还好有一个宦官 一个太监救了他 好 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到了26章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那回到这里 对犹大人来说的话 圣殿是至圣的 是永活真神的殿 在他们的心中 神绝对不会让他摧毁 因为这个代表神 那么如果让他摧毁的话 对神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 所以说他们有这个一个错误的想法 以至于有这个一个警告的信息 也令你说 如果你们要在这个地方居住 你要改变你的行为 所以说神先知的警告 至终都还是跟他们 一个跟神的关系 第二个道德的行为有关系的 所以道德的行为对神的子民重不重要呢 当然重要 一个跟神有真正关系的人 或者是神的群体教会 或者是指明 他们会受到神的话的影响 道德是一个副产品 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 就是说有圣灵在里面工作的 是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说过圣洁的生活 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 因为我们过不来 但是圣洁的生活 绝对是一个跟神有关系的人 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只是这个是一个过程 所以说你们要改变你的行为 这个是悔改的争议 那么这一耶利米的话 也反映了生命纪十二到十五节 这里面在讲什么呢 也就是西南三子约 你们要照神的话以来行 祝福就会来 如果你们不照神的话以来行 就会有灾祸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犹大百姓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们为什么觉得圣殿 是他们可以依靠的 原来有这个大卫之约 大卫之约在三摩文记下 七章十二到十三节 神跟大卫说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建立他的国 他必我的名建造殿里 我必建立他的国位 怎么样 直到永远 哇 这个既向后康 大卫的孩子 哦 所罗门 他必为我建造殿里 他还真建了 所以说怎么样 他的国位呢 直到永远 没有错 这是应许 没有错 对不对 可是呢 还有哦 还有条件 我现在要走世人 必走至大卫讲堂 所以你要刚强做大丈夫 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利沃上 所写的主的道 遵守他的律 律令 诫命 典章法度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许往何处 尽都横通 他会给他的孩子的 蹲蹲教诲 那么百姓喜欢听第一个 不喜欢听第二个 对不对 喜欢听应许嘛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性的 来选择神的话 这是百姓的问题 这个比不认识的还更可怕 因为他们有 他们有一个宗教的一个连结 所以给他们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他们忘记了 他们喜欢大约之约 却忘记了摩西之约 什么是摩西之约 出埃及记十九到二十四 我们来看一下 一看看开始 这个摩西之约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 他说 你要这样看见 这样告诉雅各家 这就是以色列人了 用雅各来代替 小异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而且看见我如因 将你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了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决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然后接下来就有 他们在西乃山那边 跟第一次的集体的敬拜 然后这个敬拜 不是有敬拜团 在那边唱很好的诗歌 这里面是地震雷红绞生 有烟 哇 吓死他们了 让他们看到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圣决的事 然后接下来 摩西上山 接受十戒 大家知道这个故事 对不对 那么你看 你看神给他们的约是怎么样 我像爱情人所心里 你们都看见了 对不对 你们经历到了 对不对 现在呢 我如因将你们背在翅膀 带来归我 为什么神要强调这件事情 我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神在强调那个关系 对不对 是你们的救主 我救你们了 你们是属我的 而且呢 我把你带在翅膀上 如因带在翅膀上 载着你 给你们一切所需要的 我爱你们 跟你们有这样子一个生命的关系 这是神的意思 所以他才给我们约嘛 才给我们 律力 借命律力点章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们要照着神的话来做 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 神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 他知道怎么活最好 他的律力 借命律力点章 反映了他的本质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 你这样活最好 你这样活对你会最有利 会有最大的祝福 他才给我们这个 不是要给我们限制 不是要给我们 让我们 把我们的乐趣拿掉 神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要生命的丰盛 就是照着这个 律法的凡礼 他好像是一个保护 一个hedge 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 这样子 一个围礼 那么你们就可以做 基石的国度 圣洁的国度 这个就是摩西之约 可是百姓呢 只要大卫之约 不要摩西之约 只要应许 不要责任 这是他们的问题 所以说 耶利米说 你人的期待 就是虚假的盼望 你们怎么可能去偷窃 杀人 奸淫 欺贾士 拜偶像 然后来到主的圣殿 说几句导辞 神就祝福你呢 绝对不能嘛 它 doesn't work that way 空话不会拯救耶路撒冷 所以耶利米挑战他们 靠着遵守神的借命 来表现他们的信仰 所以说 人的生活还是很重要的 道德的要求还是重要的 然后呢 靠着你 借着你愿意尊照神的话 来表达你对神的信心 这个是最早的 因信称义的一个道理 他们如何表达 他们对神的信 所神的绝命律律典章 那么一人就比因信得胜 那么神看到人性改变 他就会祝福这个国家 那么现在呢 他们认为圣殿 是他们的保障 现在耶利米就给他们一个例子 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要思考世罗 世罗的命运 这个呢 曾经有耶和华的会幕 这是圣殿的前身 同样的意思 代表神跟百姓同聚的地方 因为世罗的邪恶 神仍然对他施行审判 没了耶 会幕没了 约会呢 约会被敌人掳走了 神让他发生了 那他也可以对耶路撒冷 做同样的事 神不需要有特定的城市 做他的礼拜堂 人们随处都可以敬拜他 百姓犯罪到一个地步 神跟他讲说 你不用为他们祷告了 这什么意思 It's too late 他们的邪恶已经不可想象了 他们的罪恶会带来审判 你不用祷告了 没有用了 他们的地变成了 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变成了 他们被杀戮的地方 他们的尸体将喂给野兽 那么这个是这一段的大概 那我们来看一些里面的一些内容 所以一到二十节是一个警告 那么神要耶利尼站在圣殿的门口 因为崇拜敬拜者会打这里经过 现在这个圣殿是这个将来讲 接下来要讲的主题 百姓认为到这边来 先知祭司告诉他们 你们到这边来 祭司献上礼物 你们就会安全 然后他一直强调 这是一万的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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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讲三次代表完整 代表怎么样 这个就是核心 圣殿就是核心 有圣殿在安 那么耶利米说 你要得到西乃之约的祝福 一定要有行为的改变 那个盟约是核心 那么这个盟约给的祝福 是要求要行为上面 是要正直 社会的公义 不公义要被狂正 可是他们流无辜人的血 七章六节 这可能是指不道德的领导者 处决无辜的人 王耶雅进 杀了那个传奖 就是重复耶利米话语的物理 在二十六章 也可能是指他们为儿女献祭 这是无辜人的血 如马拉西文 他们继续在做这些事情 那耶利米列出了很多的罪状 违反了十戒 对不对 然后人们觉得说 他们这样子做这些 违反十戒的事情 然后退到圣殿 来进行他们的仪式 就没有问题 那这一群作恶的人 到神的殿中 不是把神的殿当成贼窝了吗 他们犯罪中的修弃场所 对不对 这是神所讲的话 他们认为 在圣殿的敬拜 等同趋吉避凶 圣殿的敬拜 等同趋吉避凶 他们被建筑物 被这栋建筑物给误导 然后百姓 耶利米给百姓的警告 神可以没有耶路撒冷的圣殿 他不需要 圣殿是为了百姓 提醒他 神跟他们在一起 不是神得靠那个圣殿 记得世罗发生的情形吗 这个世罗是什么地方呢 从约书亚开始 他在耶路上北边 以法连的三地上面 北边三十英里 从约书亚开始分地的时候 神的会幕就设在世罗 然后一直传 一直到大祭司以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说 百姓是每年三决 是到世罗去 祭祀万君之耶法的 记得三明子 祭上第一章 哈拿的故事吗 哈拿是 是那个 撒末尔的妈妈 他的先生 就每一年 就是都是到世罗去敬拜 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 宗教的中心 对不对 可是 等到他们以色列人犯罪 不知道神的话 已经在发生什么事吗 撒末尔记上四章 百姓回到营里 以色列长老说 约书亚今日为何使我们 拜在菲利斯人面前 他们跟菲利斯打仗 对不对 仗拜了 他们不听神的话 那他们说 那我们不如将约书亚约柜 从世罗抬去我们这里来 从世罗抬到战场 那么就可以 约柜就可以救我们 脱离敌人的手了 结果呢 十一节 神的约柜被掳去 以利 大祭司以利两个儿子 和菲尼 菲尼哈 当天被杀 耶利米警告 这个历史的故事 作为阴界 百姓以为 约柜来了就没有事了 可是对神来说 约柜被掳去 不影响他丝毫 让我们看到什么 不是在那个宗教的 那个物件上面 对不对 或建筑物 而是百姓的生命 对不对 那么这个左边呢 让我们看到 世罗地呢 在以法林那个山地 那个地方 耶路撒冷的北边 那么 这个古代 这是古代世罗的地的 一个废墟 是一个空旷的 一个地 一个废墟 就是现在都是长草的地方 当时的会墟 可能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去 有去圣殿游览的 我不晓得 他们有没有带你去 那个世罗地 看那个会墟 好 那么 16到20节呢 好像这个圣殿的 这个讲道 中断了 插入了神的话 好像是一个奸奏一样的 耶利米警告警告警告 然后神插入祂的意见 然后耶利米又再警告警告警告 那我们来看 16到20节 神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了 It's too late 不要向他们祈求 因为我不会听了 因为呢 已经太迟 你看看他们在街上所行的 孩子捡财 父亲烧火 然后妇女搏面团来做饼 目的是什么 献给天后 这个天后是当时巴比伦的女神 亚斯塔尔 Ishtar是什么样子的神 这个天后 这个女的神 几乎差不多都是管性爱 生子 管美丽 那么有这样子的女 管生子性爱的 他们在敬拜的仪式当中 一定会有postitution 一定会有 那个奸淫淫乱的事情 这敬拜的过程的里面 这个就是人道德的败坏 还打着宗教的旗号 你可以看见人的败坏 跟人的奸诈 他相信淫乱的是 他还是要想要跟宗教连在一起 那么这个是在那个古代的那个 Akadian这个是 Misopotami的那个地方的文化跟语言 有一个章子 上面有这个浮雕 这个就是Ishtar 你可以看他背后 背着的是一些武器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链子拉着的 是一头 是一个狮子 是一个狮子 那这种穿索 在古代是比较 就是比较淫乱的一个穿索 然后他的 他的防观是有牛角的 好 那么我们来有一点反思 今日有许多的人 可能会觉得宗教仪式 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因为我们读到这一端 我们必须要反思自己 不要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基督徒 会有什么跟宗教有关的东西 给他们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是不是 我已经洗礼了 有时候你问 有时候基督徒会问 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我已经受洗了 好 那么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 受洗的才很好 我们就对外的 就是表达我们的信仰 对不对 那么你问他 你是不是基督徒呢 他跟你说 我有圣灵在我里面 那我一定会更高兴 所以写上面是正确的 因为洗礼 也不见得代表 上教会 主的崇拜 忠心 服事 甚至于奉献 那么有意识到了 就安全了 这就是很危险 这有很危险的想法 神会祝福他们 对不对 我甚至于看到 这一段的 这几句圣经的话 你重复几遍 多念几遍 就会保平安 这个我在哪里听过呢 对对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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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念几次 就会保平安 我也听到基督徒 也在做这个事 这句话你常念 那么当然 不见得了解他的意思 常念 如果他说 你常思考 来思考你跟神的 借着这句话 来思考你跟神的关系 然后呢 进而做一些修正 那是最正确 但是你如果说 这几句话多念几遍 你的感觉会好一点 甚至给你保平安 那么跟 那个医教的想法 有什么差别呢 好像那段经文 本身有它的魔力 不是的 是神 是神的话 背后的神 有那股力量 我们不要错看了 这件事情 所以耶利米警告 除了信仰以外 除了跟神的关系以外 重要的教会活动 也可能是空洞的仪式 所以说我们要 匡正我们的行为 跟蒙召的恩相称 对不对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不是出于行为 这句话 告诉我们得救的本质 来自于神的恩典 可是呢 接下来呢 我们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里面 预备好的 要叫我们行善 也就是 得救了以后 神要预备我们行善的 所以是那个 生命的改变 是一定会发生 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信仰 所以我们至终要信靠的是 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跟祂的关系 这是我们信仰的实质 不是靠着宗教的仪式 那么今日呢 大的教堂 教堂的大雨辉煌 也可能会给 会有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就像 当年的圣殿 给以色列一个错误的安全感 比方说 这个教会那么大 他们一定 什么都做对了 才会这么大 才祝福才会来嘛 对不对 这是人的逻辑 那么事实上呢 最近的在美国 在这几年来 有很多的 不少 Mega Church的主任牧师 他们都是非常的有 很好的讲员 都有Radio的Program的那种 他们能力太强了 他们太受欢迎 他们写很多的书 以至于全教会 我一个人马首是瞻 到最后呢 全教会的人 没有人给他 对他说什么 他完全的不需要负责 他的行为不受监督 在所有教会一切的监督之上 结果呢 结果就犯罪了 犯罪了以后呢 教会还替他掩盖 因为太难看了嘛 这么大的一个教会 对不对 每一个礼拜有几万人在听 然后呢又有二十个 Satellite Site 二十个分堂 二十个分堂 有他们的牧师 还是听这个主任牧师的 Video Streaming 你看他这个人多有名 所以一个礼拜天的早上 两万多人呢 只有一个人在应用他的恩赐 神说我们要造就门徒 每个人都要用他的恩赐 摆结各安各职 为了坚入基督的身体 可是这种很畸形的现象 就是只有一个人在应用他的恩赐 哇 大家趋之若愈 好像礼拜天早上要被他 Entertain一样 那我相信他们真的是讲得很好 问题不是在那里了 但是一个礼拜三十分钟的讲到 可以让你做好的门徒吗 是吗 对 那么他太过出名的时候 已经失去了Accountability 是不是大家有一个错误的 包括他自己在那里 有个错误的安全感呢 那就是个人的魅力 能力等等这些事情 不是说大就不会出错了 这个跟犹太百姓的想法是错误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听命圣与献祭 听命圣与献祭 如果百姓忽略了西南山要求 对听命跟圣洁的要求 那么所有的仪式毫无用处 一点用处都没有 浪费时间跟能力而已 你要记得小心哦 耶利米真理是平衡的 他不是否定宗教仪式献祭的价值哦 他是谴责人 滥用献祭的仪式当作最终的目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祭祀是一个让我们来表达我们敬畏神的一个方法 It's a means not the end the end是什么 the end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他们错把祭祀当作the end 当作至终的目的 至于神在这当中没有关系 神定令西南山要求百姓听从敬拜 对不对 神先给献祭呢 还是先给贱命利利典章 那弟兄姐妹你想想看 神是先给贱命利利典章 还是先给这五种祭祀的礼仪 不然是先给贱命利利典章嘛 对不对 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之约告诉他们各项的行为 还有在这个社会上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定 后来在立位记我们才看到那个五种祭祀的礼仪 所以是哪一个是核心呢 是神给我们的行为的上面的规条 然后他才见会目嘛 然后他有祭祀的礼仪嘛 对不对 那么百姓把祭祀的礼仪帮到最前面吃了 在圣经的礼仪 没有真正实质的意义是没有价值的 没有敬拜神的心 没有正确的行为来跟敬拜的心相称 那个祭祀是没有用的 好几个地方我写 我用在PowerPoint里面 可是当时的人 献祭跟悔改的心完全没有相关 在社会上是道行逆施 堕落败坏欺杀人 那么就表示说他们不了解献祭的意义 在献祭的时候 杀了一羊牛羊牲畜 他们并没有悔改 对不对 用现在的情形 他们在外面是黑社会 对不对 然后呢 也到庙里面去敬拜 不是这样子吗 对不对 在外面在座黑社会吃喝表赌 杀墙 然后呢 再带牲畜 再到庙里面去拜 这样的道 因为觉得很可怕 对不对 可是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十五节 第七章二十五节 自从你们列主出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今日 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 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 你们却不听从 不侧耳听 竟应着景象行恶 比你们列主更甚 从早起来 从头到尾 从早到晚 神切而不舍的 差遣先知来告诫百姓 那么耶利米苏里面呢 一二三四 起码五次 神说从早起来 从早到晚 那告诉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 祂是切而不舍的要离百姓离开毁灭之路 对不对 要不然你那个态度 谁有那个耐心啊 一个一个一个 这样一直叫先知来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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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是不悔改悖逆 不悔改悖逆 那么你还一直讲讲讲 而且还是从早到晚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 我们的神不是你不听我就杀你 我就毁灭你 不是的 不信的人不明了 我们有义务要解释啊 要让人能够听得懂 我们的神是百般的忍耐啊 首先 你过圣洁的生活 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帮助 是为了我们 首先他要你过圣洁的生活 就是为了你的好处 因为你的生命这样活最好 对不对 然后呢 他要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以至于他可以祝福 然后你不要 那你不要 那他没有欠你的 是他就是从早到晚 从早起来 就拆见他的先知 来告诉我们 相信今日神能来 借着圣灵 借着弟兄姐妹 借着我们 读经祷告的时候 借着圣经里面的话 借着我们在教会听到的话 以而在赞尔山的从早到晚 来警告我们 教导我们 不要犯罪 现在是在恩典的里面 来 过着一个跟蒙造的恩相称的一个生活 你就可以领受丰盛的生命 我们神是这样子的神 是忍耐 百般的忍耐 为了我们的好处 一直在苦口婆心的神 可是以色列百姓在他的顽梗 不愿意听神的道理 现在的百姓也可能是同样的 当作为牧者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一些人 不愿意造神的话 要坚持犯罪的时候 来经历到那种悲惨的结果 我们明明有得答案给他们 可是他们不要 他们要选择毁灭 要选择破裂 要选择愤怒 那我就可以体会到神的心情是怎么样 There's a solution There's a solution 可以帮助你 可是你不要 那么这里面讲到以色列当中 已经灭绝了 诚实已经灭绝了二十八节 这个诚实呢 这个大家比较不容易 翻成诚实就比较不容易 这个就是真理的意思了 真理也可以了解成为忠诚 Faithfulness 或者是信心 那么这个 让他们可以 发生出公义行为的信息 那已经灭绝了 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一再出现 旧约新约 一人并因信得生 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一人照着神的话语来行 就得到神的祝福 神就保守他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新约里面 我们看到说 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啊 我们白白的称义 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 对不对 一人并因信得生 但是以色列当中呢 那样子的心呢 已经没有了 已经灭绝了 以至于呢 这个结局就是 耶利米呼吁要举哀了 他要结束他的讲章了 他用犹大的罪跟必然的命运来结束了 是很悲惨的 所以百姓呢 耶利米呼吁百姓 剪头发立刻表示哀伤 剃头剪头发 披麻门徽 这个都是他们表达哀伤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要剃头发哀举哀 因为神已经离弃他们了 就像他们背离神那样 在列王剧上二十一段五绝呢 有讲到 他们将可证偶像立在圣殿 亵渎神 偶像立在圣殿 然后在陀培特谷 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南端 也就是在辩西嫩谷的里面 在那个地方举行献人的这种 这种一教的仪式 那陀培特的原文的名字呢 可能是亚兰文的火炉的意思 这个我上次给大家看到 那个摩洛的那个照片 下面是一个烧火的 上面是一个就是伸出来的手 然后把婴儿就放在他的手上 这个地方他们做神可证的地方 将来就是他们被敌军杀戮的一个地方 那么犹太受了可怕的审判 那可怕到什么地步呢 失守无处可葬 所以当然就会招来吃腐蚀的鸟 动物啊 然后这个对他们来说是很可怕的 然后很讽刺的就是说他们的家园的秋坛 变成他们的坟墓 这什么是秋坛呢 在旧里面常常讲到秋坛 秋坛是高的地方 原文是高的地方 那么秋坛 不是说后来就是在丞相的高地呢 被用来做拜偶像的地方 很多的地方 这个在明书记神就早就警告 在立位记就警告 因为迦南的人 例如摩洋人 他们喜欢在高处的地方做偶像的崇拜 你们不要跟着行 可是并不是说所谓的秋坛 就一定都是拜偶像的地方 只是后来就是practice 就是这样那边有坛 还有很多根据他们所拜的动物啊 星座啊 女神啊 妇产充者 这些的雕像在那个地方 就变成一个坛就是了 那么我们知道说 沙漠也在秋坛祭祀 那这个就不是拜偶像了 这个就是拜耶和华的地方 所以说一开始不是说所有的秋坛 也就是说在高山祭祀的地方 都是拜偶像 但是呢 全国败坏的时候 已经被普遍的 作为拜偶像的地方 所以当王来 就是说忠心的王呢 他要改掉前朝的问题呢 就有这个把秋坛拆毁的这样子 那么那些用来拜偶像的地方呢 秋坛成了他们的一个坟墓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讽刺 但是他不止这个 更可怕的是 先前已经安葬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王啊害虎会被挖出来 那么当然这种敌人野蛮的行为是为了要羞辱了 让你害怕 当然也可以挖出陪葬品 那么耶路撒冷提醒 这什么样的惨状 他都差不多都已经讲遍了 就是这些人 他们会暴露在星星月亮 这一些他们所拜的这些 他们拜星星拜月亮 那么现在呢好啊 你要拜 我就让你的尸骨 就被显入在地上 就面对了这些东西 你去拜吧 就是这个样子 很讽刺的 当然还有 这个是死的人就算了 活的的人呢 宁可减死不减生啊 也就是说痛不欲生 被掳到外邦的那种 被链在链子上面 然后呢 长途跋涉 被掳到外邦的那种苦境 在中途呢 很多人倒地死亡 就丢在路上那样子一个 一个痛不欲生的这样子一个情形 来讲这是十分十分的悲惨 那么这个就是圣殿讲章的一个结束 那么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所可以学习到的信息 非常的确 我就是刚刚也一直在讲 就是说不要把你的宗教的行动 或者是物件 甚至于你的项链 实际上项链啊 然后教堂啊 这些东西要来取代你跟神的关系 那么神跟你的关系是你顺服祂的话语 那就是爱祂的 爱祂的 必门我父爱祂 神也会爱你这样 是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信仰的实质 好 圣经上学的 都是为了我们现在的人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作为借金可以悔改 这是我们学习就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好 那么今天就到这边 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